大家好,我是杰西 今天是一次去學英文的第十個 Don't sell yourself short 好難唸喔 這個中文已經留給大家了 以後中文就放在這邊 想說不如放這邊的話 大家還要去找,太麻煩了 不要妄置菲薄 是這樣寫吧 杰西的中文有點不太好 這個 Don't就是不要 sell,賣,yourself 你自己,short,矮 不要賣你自己矮 什麼叫不要賣你自己矮 英文就是說 不要覺得自己不好 不要看不起自己,要對自己有信心的意思 這個short 那是短的 是矮的 但其實這邊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為什麼是賣自己矮呢 其實也不了解 反正諺語之後 他的典故 這也不叫諺語 這叫慣用語 慣用語都會有他的典故 那比方說 杰西可能出去就跟人家 我音樂很差啊 我音樂很爛啊 我不會這樣講 這樣講太對不起我學生了 假如我這樣說的話 別人就可能說 Oh don't stay of yourself short Your English is excellent 我還不敢承認到excellent 但是我想應該是good 就是比一般人 之前我跟我外甥女在那邊討論 我的英文應該有比百分之 全部台灣喔 不包括 包括了老人小孩這種 應該有在百分之六十七十 應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吧 如果包括老人小孩之內 對不對應該有啦 比一般的人 我覺得可能好一點點 但是比那種很 那種ABC啊 或者是在國外住很多年 但還是都有不足的地方 繼續學習中 好 那Free Dictionary裡面呢 有一個例子呢 我覺得這也不錯 好 Don't sell yourself short 好 不一定是指人 這樣子的用法 他可以賣東西喔 好 I think they are selling this short It's actually an incredible good deal 我覺得他們把這賣得超便宜的耶 這是真的好 太划算了 Incredibly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good也是好的對不對 這是副詞修飾行動詞 行動詞修飾名詞 Deal Deal就是一筆交易 It's a good deal 就是啊 這是筆好買賣 賺到了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邊 Selling this short 表示賣得很便宜的意思 這樣子 所以就會才會很划算 好還有沒有點時間 等一下就上課了 那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呢 順便在剛剛在看那個 Tom Hollander Tom Hollander 就是那個蜘蛛人 新的蜘蛛人裡面 那個調皮調皮的蜘蛛人 好就是很年輕的那個蜘蛛人 好 他就上那個 他在GQ的一個節目上面 他就辦一個帳號 然後去看人家的留言 對他的留言是什麼 然後他就去回 好 那其中一個人就寫 就在一段影片 就是他們的影片 他有出現的影片當中 就寫了 Am I the only one who feels like Tom drinks a dozen cups of coffee a day with how energetic he is 我是太久沒講英文了嗎 真的對不起 再念一次 Am I the only one who feels like Tom drinks a dozen cups of coffee a day with how energetic he is 好 就是我是唯一的人嗎 怎麼樣的人 感覺到覺得那個Tom 就是Tom Holland 好 就是那個 Hollander 喝 十二杯 好 達成是十二 好 一天喝十二杯咖啡 with how energetic he is 我們講一個人是Energetic 表示他要充滿活力 然後在一幕面前總是充滿活力 所以這個人就覺得說 欸 他是不是一天喝十二杯咖啡啊 好 然後Tom就在下面寫這 解析覺得這留言很妙 I drink tea darling 他們就很喜歡叫叫Darling 親愛的我喝茶呢 好我不是喝咖啡呢 Where I do drink coffee if I'm in the States 嗯 好啦我在美國的時候我是喝咖啡 But when I'm at home I drink tea 但是呢 假如我在家他是英國人 他是英國人 所以在家的時候他就喝茶 Because that would be treason 好 這個呢 這是笑點 這個是punch light在這裡 假如你不知道這個字的話 你就會笑不出來 所以有時候那種看國外笑話 你就覺得沒有很好笑 為什麼大家笑成這樣 就是那個笑點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比較不容易了解 好 因為呢 這個treason就是叛國罪 好 叛國罪 因為他是英國人啊 所以呢他就是應該要喝茶 假如他喝咖啡就是背叛他的國家 這樣的意思 好 我自己覺得很好笑 對不起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好 好笑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我要去上課啦 掰掰 see you next time